来看一个最新的研究 这是嘉义大学脑波研究团队 展示了一项最新研究 透过脑中的意念 可以让黄色小鸭玩具车 能够前进能够自由后退 甚至是U型转弯 一起来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仔细看看这台小鸭玩具车 不只能前进后退还能S型转弯 而四周竟然都没有人拿遥控器操控 原来这是嘉义大学生物机电工程系 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只要带上无线脑波仪 透过蓝牙传输 就可以将脑波讯号传送到电脑 用意念控制小鸭的行进方向 这个脑波是透过同学上面 这个脑波仪 然后传送到后面那个电脑 那电脑之后再把讯号处理完之后 再透过那个物线 再传给这个机器的压值 机器的压值的前进 是以它的专注度去控制前进 那后退是以放松度来控制 那转弯我们是用眨眼来控制 脑波研究团队用科学方法 让电影中的念力情节成真 两侧脑波讯号分析专注度 放松度与眨眼干扰波 化为控制指令 让遥控车趴趴走 未来这项研究也将能应用在医疗用途 让半生不随或全身瘫痪者 可以透过意念眨眼来遥控辅具 联邦曹复年嘉宜报道